您好,我是库林六十,本来咱们这期的提纲写的很简单,因为这个六世达赖喇嘛,苍阳家措呀,在这一世只活了23岁,咱们挺简单的,咱们前文书呢,已经讲到这个苍阳家措呀,十七八了,这故事再曲折往后也没几年了,好讲,可是呢,突然啊,有好朋友爱着我呀,让我看了一个这个小型的记录影片, 今天就是说一群人呢,是这个六世达赖喇嘛,这忠实的信徒,有的是喜欢他人的,有的是喜欢他师的,还有人呢,是喜欢他的法的,无论呢,是喜欢这个苍阳家措哪一点,都有一个同样的论调,就是这个苍阳家措呀,根本就不是死于23岁,是死于64岁,也就是说呢,在青海湖边上啊,这苍阳家措并不是亡故了,而是这个出走了,那至于这多种说法,一些的细节故事, 今天咱们这集肯定得讲,不过我劝您呢,那最好是不要相信,尤其是自取信奉藏传佛教的一些居士们,因为呀,如果您相信了这一点的话,那么之后,每一代达赖喇嘛的转世,那都是不合法理的, 因为问题很简单,第七世达赖喇嘛,也就是藏传佛教的所有大德高僧,以及呀,整个藏传佛教系统,认定的那位七世达赖喇嘛,就是格桑加措呀,他是按照这六世达赖喇嘛,是1706年11月15日,在青海湖边上元祭的时间,而寻访的转世灵童, 当然了,也有可能啊,就像第一次活佛转世,这个噶马噶举派,噶马巴西转世的时候,一样会编出很多让人信服的故事,继续说服你啊,这六世达赖喇嘛,苍阳加措,他确实活得了六世五岁, 与此同时呢,也能编出啊,这七世达赖喇嘛,他存在的正统性,但是这故事您不得现编嘛,哪那么容易啊, 那么如果您相信这达赖喇嘛一系的正统性,哎,您就得相信,确实在1706年的10月15日,这六世达赖喇嘛,苍阳加措,就作画元祭在青海湖边上了,哎,这就是一直困扰了我两天的问题,哎,我也说明白了,我也想清楚了,咱们还是按着原定计划来讲吧, 上文书啊,咱们说到啊,这六世达赖喇嘛,被迎往拉萨,到那去剃渡,受戒坐床,1697年,那西藏教廷对外宣布, 苍阳加措就被选定为五世达赖喇嘛,转世灵童,您可记住了,这会儿苍阳加措14岁,哎,按着人家的民族习惯说呀,还是周岁,也就说这会儿,他和这格鲁派,和这皇教和藏传佛教才有关系, 当然了,咱们说的是名义上的啊,因为他从小就是按着活佛来培养的,虽然性格放荡不羁,但是从八岁的时候啊,他就开始接受正统的这个宗教教育,开始听法学经了, 也就是在那年的九月,这五世班禅大师罗桑易喜啊,给他亲手啊,落发受了沙秘戒,哎,这会儿真成和尚了,到了十月二十五,来到了布达拉宫, 正式座床典礼,哎,十月二十五以后,这就是六世达赖喇嘛,就不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了, 那咱们现在啊,稍待手的再聊一下正坛这边,这会儿啊,西藏的两股政治势力也是这样的, 甘丹脱章这边的第八啊,还是桑杰加措,和说特韩国这边啊,拉藏韩刚刚上位, 这拉藏韩是谁啊,拉藏韩呢,是故事韩的曾孙,前边一个韩王啊,叫丹曾旺家, 就是总怀疑自己的父亲呢,是被这个甘丹颇章的第八桑杰加措害死的那位, 他呀,也是这个故事韩的曾孙,是被这个兄弟拉藏韩呢,毒死的, 等于拉藏韩的韩位是谋夺自己哥哥的,哎,属于是这个韩位来路不正, 不过呀,这也不稀奇,在蒙古政权当中啊,逝者生存,完全是自然法则, 谁哥不哥的粗,谁当韩王,这事不新鲜,开始呢,和这个甘丹颇章的第八呀, 桑杰加措关系还非常不错,后来呀,不知道为什么, 这两个人呢,逐渐的就产生矛盾了,最后闹到啊, 这个桑杰加措竟然想毒死拉藏韩,可是呢,没成功, 那口就不是广有仇这么简单了,那就开仗吧, 第八桑杰加措被和珠特韩国处死了,其实这第八死了,死就死了, 那和这个和珠特韩国大韩呢,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不大, 但是可能就因为呀,这拉藏韩呢,认为这个六世达赖喇嘛, 就是桑杰加措策立的,所以他恨这个桑杰加措, 自然就恨六世达赖喇嘛苍疆加措,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要废掉六世达赖喇嘛, 那必须得找人家的错啊,巧了,这苍延加措, 因为自己性格放荡不羁,他就不喜欢学习佛法, 于是啊,他就经常偷偷的溜出布达拉宫, 也不穿僧袍,是也不穿袈裟, 哎,打扮成一个贵族公子的模样, 跟人家说呀,我的名字呀,叫做达桑望波, 流连于这个拉萨的酒驾民居,甚至是声色场所, 有人就说呀,他身穿绸缎变装,手带戒指,头绪长发, 醉心于歌舞夜宴,夜宿于宫外女子之家, 这宫外女子之家啊,说的是好听的, 您去脑补去,他住的是什么地儿,对吧, 这普通的正经的宫外女子之家, 让不让他住是一回事, 哎,就像他的诗里写的那样, 住今布达拉宫,我是血域最大的王, 流浪在拉萨街头,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, 哎呀,这要是一个真正的王子这么说呀, 他都能算得上是一个性情中人, 可是您别忘了,您是和尚,您是活佛, 您是六世达赖喇嘛, 是格鲁派受了戒的高僧, 这么做显然不合适, 那显然不合适,咱们算是说清了, 这就会落得人家的口实, 您别忘了,那边还有一个没份下去的拉脏汗, 从那盯着他呢,直到有这么一天, 那说这一天呢,这隆冬时节,后边的时候的拉萨下雪了, 雪不大,薄薄的地上一层, 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呀, 这布达拉宫的铁棒喇嘛呀, 就发现在庭院里边, 布达拉宫的庭院里边, 有一行脚印, 仔细一看呢,就不是一个人的, 再辨认辨认呢,又发现了不得了, 这行脚印里竟然有女子的脚印, 那刀吧,那好找啊, 那个贼论里不是说了吗, 常言说的好啊, 这偷风不偷月, 是偷雨不偷雪, 这小偷偷东西呀, 肯定是赶刮风天, 他不会赶这个大月灵地的时候去偷人东西去, 刮风天闹点动静啊, 哎,这人家里边人呢, 就不容易觉察, 那么说这个偷雨不偷雪呢, 哎,这下雨的时候啊, 去偷东西家, 留不下痕迹, 痕迹都被大雨冲刷了吗, 这下雪不行, 好家伙子嘞, 您这下雪的摊去偷人进去, 捣着脚印就捣家去了, 哎,在这也是这意思, 这下雪的时候啊, 不得拉宫留下了一串脚印, 这铁棒喇叭捣着脚印啊, 就到了这个达赖喇叭的寝宫, 书中代言这铁棒喇叭是什么人呢, 是这个丧族寺院里边的戒律僧, 可是他远比啊, 这汉族寺院里的戒律僧啊, 权力要大得多, 那大到什么程度呢, 我给您简单的说说, 哎, 就是这个其他僧人不能杀生铁棒喇叭除外, 这够可怕的了吧, 开始啊, 也不敢往里闯, 可是后来考虑到啊, 万一要是歹人要谋害活佛怎么办呢, 于是尽多宫去一看呢, 哎呀, 这场景啊, 很拉眼, 那能怎么办呢, 你也不能把活佛怎么样啊, 于是啊, 也只能处置了活佛身边的亲信, 算是拉倒了事, 这没过多久啊, 又出事了, 哎, 什么事就出现了咱们前方说的, 这达赖喇叭就跪求他的老师武士班禅喇叭, 说我把这个戒律和佛法都还给您, 我不干了, 这么一来啊, 又引起了这西藏政教两界的轩人大波, 这拉倒还一看呢, 那是时候了, 手里钻住这个六世达赖喇叭的小辫子啊, 钻的已经一大把了, 于是就在一七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, 把苍阳家措骗到了他的寒庭, 以什么借口呢, 他跟这个苍阳家措说啊, 说你来咱俩商量商量, 中央的大皇帝, 当时啊, 就是康熙皇帝, 说啊, 要召见你, 让你去一趟北京, 咱们商量商量啊, 怎么把你送过去, 可是那样吗, 当然不是了, 到了这个寒庭之后啊, 就把六世达赖喇叭, 苍阳家措给控制住了, 向天下宣布啊, 这个达赖喇叭, 苍阳家措啊, 是贾达赖决定啊, 将其废除, 并且给北京写信, 说这个贾达赖啊, 已经被我控制住了, 然后就是听大皇帝的发落, 康熙皇帝派来人, 本来是想啊, 入葬之后啊, 这位大臣呢, 看看情况调停调停, 可是一来啊, 一看呢, 调停不了了, 怎么呢, 因为这个拉藏汗这边啊, 家措是假的六世达赖, 他已经开始着手寻访啊, 真的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了, 什么意思啊, 他又另立一个六世达赖喇叭, 那这就出问题了, 有人说啊, 就是这一年的冬天, 是康熙皇帝啊, 命令这个和硕特韩国, 以及自己派到拉萨的使者, 把这位六世达赖喇叭送到北京, 自己要亲自审问一下, 到了这个青海湖边上的供感脑尔的时候啊, 这六世达赖喇叭苍阳家措, 已被废了的六世达赖喇叭苍阳家措, 才在那儿作画原济的, 但是有一种说法不是这样, 这种说法是说呀, 当这群人呢, 把这个六世达赖喇叭苍阳家措呀, 压制到这个公嘎闹尔的时候啊, 这会儿中央政府, 也就是康熙皇帝, 给这个敬赃大臣下的旨意来了, 说你呀, 简直是中了拉荡汗的记忆了, 你把这苍阳家措弄到北京来干嘛, 你说他是假的达赖喇叭吗, 先头在他坐床的时候, 中央政府已经承认了他的身份, 并且他在藏区十三万户藏民心目当中, 乃至蒙古的信众的心目当中, 那威望啊是相当的高, 那你怎么处置他呢, 是惩罚他还是杀了他呢, 你别忘了, 我们兴皇教就是以安重蒙古, 你说他是假的不行, 肯定会激怒这些信众, 那你说他是真的吗, 拉荡汗这边, 何处的韩国宣布他是假的, 那边很快呀, 就会再立一位六世达赖喇叭的, 到时候让朝廷降旨册封, 那咱们到底是册封还是不册封啊, 所以这个年轻的小和尚啊, 他不管是不是真的达赖喇叭, 他明显不是一块烫手的山芋那么简单, 他就是一个烧红的煤球, 怎么处置你们做决定, 总之不能往北京带, 所以从这开始就更多的说法来了, 那正史上就是这么记载的, 就在这就在这个青海湖边上共感闹耳, 这苍阳加措就原济了, 也想说呀, 那没原济就出走了, 先后游递了印度尼泊尔, 后来又回到了西藏, 用化名隐藏了自己的身份, 就这样终了余生,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, 说呀这个青城府对外宣布的参阳加措已经原济了, 并且实事都没了, 天葬的吗, 实际上不是是把它秘密的软禁在了五台山的西贤寺, 这件事情啊非常的秘密, 一直就到它原济, 这种说法啊还使出有点, 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边是这么记载的, 说这十三世达赖喇嘛呀, 在五台山拜佛期间就曾经参拜过苍阳加措, 闭关修行的寺庙, 还有一种说法啊, 是这么说的, 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奇啊, 流传着很多关于六世达赖喇嘛的传说, 不是六世达赖喇嘛二十三岁以前的传说, 是之后的传说, 说苍阳加措在贡嘎闹尔风雪夜呀, 没死, 是顿走了, 就来到了这阿拉善奇, 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叫阿望雀里加措, 在这儿啊, 有一位蒙古的胎记, 叫做班子尔扎布, 非常屡于这位喇嘛, 他认为这个喇嘛很有学识, 于是啊, 这个六世达赖就以化名的身份, 住在了这个胎记他们家, 并且呀, 受了这位胎记的儿子阿望尔多记为弟子, 就在这一地区弘扬佛法, 一直到啊, 1746年, 也就是乾隆十一年的五月八日才圆记, 这故事很长, 到这儿啊, 还远远的没完, 说这个徒弟阿望尔多记呀, 还遵从老师的遗愿, 就在贺兰山当中修建了广宗寺, 还把这个老师啊, 葬于灵塔之内, 这真身呢, 一直保存到这个闪干回乱时期, 因为在回乱时期啊, 这个喇嘛庙受到了波及, 这个广宗寺被烧了, 喇嘛们呢, 就把这尊真身呢, 藏到了山里, 等到回乱结束之后啊, 兴建了寺庙, 又请回来了, 可是呢, 躲了初一啊, 他没躲了十五, 在这个文化浩劫当中啊, 就被那群厉害人给烧了, 那么说啊, 这个金身就没有踪迹了呗, 不是, 有一个喇嘛呀, 叫桑杰拉布坦, 他就冒死啊, 在这个焚烧这个金身的法材上啊, 把所有的东西啊, 就都保存起来了, 据说呀, 有一箩筐之多, 其中包括呀, 烧不净的柴火, 以及呀, 这个金身的遗骸等等等等, 藏到山中独自看守, 直至八十年代, 把这些遗骸再次火炼之后, 就烧出来两碗舍利子, 八十年代嘛, 离现在时间又不长, 据有亲眼得见的喇嘛说呀, 这些舍利子金光闪闪, 并且这些喇嘛还说呀, 在金身被毁坏之前, 那应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刚刚开始, 那会儿啊, 虽然是七十年代初期, 但是文革还没有结束, 不过呢, 那会儿的真身呢, 也没被烧, 这儿啊, 还来过一个日本考察团, 对这个真身呢, 还留下过影像资料, 只是不知道啊, 现在在日本呢, 还能不能查到, 我嘲嘲的算了一下, 这话没毛病, 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, 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, 那浩劫十年, 那就应该是, 在浩劫的后期, 这金身才被焚毁的, 年代和线索上的故事没毛病, 不过呢, 他是不是这个六世达赖喇嘛, 苍阳加措, 这位情僧的金身, 您自己去判断, 我作为一个说书的, 在这儿不做任何判断, 那最后啊, 咱们还得归纳一句, 那边这个苍阳加措, 作为仪式的达赖喇嘛, 佛法如何呢, 我是这么看的, 不要看他年轻, 他佛法肯定是高深的, 并且呀, 是大慈大悲, 但这个拉藏汗呢, 要把他压集到北京的时候, 路过折磅寺, 从山上啊, 就冲下一群喇嘛, 据说大概有两三千喇嘛, 就把苍阳加措抢上山, 抢到了折邦寺, 这帮僧人就跪在地上, 求这个苍阳加措, 我们誓死要保护您, 绝不能放您去北京, 到了那儿不受咱们控制, 后果怎么样, 咱们谁也说不清, 那这胳膊能拎过大腿了吗, 转过天来的拉藏汗的吊炮工程, 这炮声一响啊, 那自然是死伤无数, 苍阳加措说我不能在这儿躲着, 要不然那肯定会血流成河, 不顾众喇们的反对啊, 他还是选择了束手就擒, 同意拉藏汗把自己送到北京, 咱们这话说的容易, 其实广是有这种觉悟, 就不乏是一位大德高僧, 那您想想, 以身赴死, 那这觉悟还小吗, 那我们都知道啊, 现在我们承认着苍阳加措, 就是第六代达赖喇嘛, 那么说您承认和我承认不算个屁, 因为咱们呢, 无非是一个讲故事的, 和一群听故事的, 那首先人家这个藏传佛教的西藏教廷, 人家承认, 并且呢, 从清代到今天, 历代中央政府也承认, 那这苍阳加措一死, 我们也知道, 后边又出现了两位达赖喇嘛, 六世达赖喇嘛,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故事呢, 咱们明天接着聊。